地下世界长什么样 由于网络远迟的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摩托车 直接穿过这个山坡 然后瞬间来到这个地下世界 真的是万万没想到 这个地下全部都是这个水 并且我们从下面还可以看到 地表这些建筑的这个轮廓 不过在下来的瞬间 由于这个落差太高了 所以这个系统判定你是掉了很多血的 并且此刻是在这个深水穴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往上游 不然的话等一下氧气就没有了 然后的话 在我们游到这个水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地表的 这些植物啊建筑啊等等 此时乔八有个非常大的冷想法 就是说如果我们直接这个跳海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从这个海的最深处 然后游到这个岛的中间去 如果有兴趣的小 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尝试一下 即使在这个水底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地面上的人 最后唯一比较遗憾的 就是这个毒圈实在是太近了 不然的话相信完全可以游到 这个安全区的中间来一场 这个零沙池